大家好,我是小夏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在美国工作学习这十年来 我最不喜欢听到的两句话,或者说是两个话题吧 说实话,我本来想到了三件事情 但是我写稿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就能讲好久 所以今天咱们就缩短到先讲两件事情 如果大家听完感兴趣,以后也可以再拍一期 那这里要声明一下 我今天说的内容全部都是基于我个人的分享 可能会带有比较强烈的个人色彩 但我希望大家就当是听一个有趣的故事 咱们千万不要上升到什么两国关系等等的 那样就没意思了 那第一句话呢,就是如果有人在我自我介绍以后 问我Do you have an English name? 就是问我有没有英文名字吧 这个就会让我产生一些不爽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已经说完了我的名字 那用什么名字,用不用英文名字 这都是个人的选择 事实上我在美国待这么长时间以来 也交替着用过不同的英文名字 有的时候觉得小夏这个名字也真的挺为难不说中文的人的 因为X这个字母不是一个很容易发音的字母 它本身就是中文和非中文的语言体系所带来的一些差异 但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觉得我个人和任何一个英文名字都没有什么感情的联系 那别人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就不会立刻觉得说这是在叫我 那样的话呢,就会有点尴尬 事实上啊,这个名字的事情也是要分不同的情景和场合来说的 比如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呢,也讨论过这件事情 有一个中国姑娘呢,她的名字就和我类似,也是小什么什么 然后她就开玩笑说,嗨,这种事吧 她在星巴克点咖啡就叫Sindy 在Uber上打车就叫Alex 这个我相信很多在美国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呢 可能都会会心一笑 因为你去点咖啡的时候,人家都会问你你怎么称呼 他好在咖啡杯上写个名字 一会做好了,能够喊名字,方便区分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也会觉得,人家也都是打工的 而且尤其店里如果人多的时候吧,就比较嘈杂 你非要说大声喊着,跟他一个一个字母的说 X,I,A,我觉得也是挺为难人家的 所以呢,如果是我,我一般也会随口说一个英文名字就过去了 但是呢,如果是在正式工作中 我觉得如果我选择了维持我的中文名字 没有用英文名字 那工作中遇到的人呢,都应该对此表示尊重 在我过去的经历里吧,我觉得80%的人都是能做到的 他们呢,会再三和我确认小啊,或者吓的发音 还有的人呢,会在闲聊的时候问 哎,你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是你家里的谁给你起的呀,之类的 就感觉呢,他们会尊重我和我的文化背景 那当然相反的啊,我也遇到过一个让我很就是不爽的总监吧 他呢,就直接问我说,你怎么不打算用个英文名呢 或者说,你的名字有没有短一点的缩写 因为他每次给我写邮件,他打名字的拼写的时候就经常会打错 他就说我的名字太长了,太complicated了,就是太复杂了 那我当时听到他这么说就很不爽 虽然我和他差了大概四五级吧 他是一个总监嘛,director级别 当时我还是刚刚进公司的新人 但我还是直接说,那你们用英文的名字里也有很多很长的姓名 动辄就是八九个字母,一点都不比我这个拼写简单 你要是非要batch这件事情的话 那小夏还是前后对称的呢 字母一共就只有四个不同的 真的有那么难吗? Is it really that complicated? 然后那个总监呢,也没说什么 后来他给我写邮件的时候呢,直接写了一个X 哇塞,我当时真的是内心十万只羊驼奔过啊 我就直接呢,也用他的首字母喊他D 写邮件呢,我也就是写一个Hi,D,怎么怎么样 现在说起来呢,我还是觉得挺不爽的 那幸好呢,我已经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 我在那个公司呢,遇到了一堆奇葩 咱们这次就不说了 后来我和我身边的人说到这个名字的话题啊 我都会讲,要是连学习我名字的这点努力都不愿意付出的话 那和我也就不必有什么交情了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话题都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认同我这个人的态度的人呢,也欢迎给我点个赞 不认同我的人呢,也自然欢迎您发表自己的观点 还是要重申一下啊,我这说的都只是个个例 在我的生活经历呢,让我很不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件了 那我并没有对用英文名字的人呢,表示任何的不赞同 或者说美国人都是这个德性 大部分美国人呢,都是有很高的素养的 而且我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比如说 如果他是高中开始啊,可能上国际学校 或者说出国比较早 他有固定的英文名 他有感觉就是和自己个人有连接的英文名 那就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在一些场合和别的工作环境中 其实也用过英文名字 我讲这个经历,单纯是我觉得 如果别人不能体现对我中文姓名的尊重 我就会对这个人产生不好的感觉 那第二句话呢,就是如果有人说我不像中国人 或者直接猜我是亚洲某个国家的人的话 这种情况呢,我在读本科的时候经常遇到 因为那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其实这种事呢,在老麦之前的一条视频里也说到过 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作为在海外的中国人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十年前在美国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肯定是远远少于现在的 为此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数据 历年来呢,中国留学生在全美留学生里的比例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在2009年那会儿呢,全美的中国留学生才12万人 但是2014年以来,这个数字维持在30万人以上 尤其是像加州和纽约这种华人聚集的地方啊 现在在纽约每年新来的留学生 都比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全美的中国留学生要多 所以在我上本科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别的同学看到亚洲面孔 不会立刻往中国人方向猜 往往在我说了我是中国人以后呢 对方还会跟几句解释 什么啊,没想到啊,因为你个子比较高 或者说啊,你的皮肤呢比较白什么的 我心里都是很不以为然的啊 我会觉得这么说的人就是没见识,不了解中国 而且当时中国在亚洲的发达程度呢 可能没有另外的一些亚洲国家高 所以呢,还有人认为贸然问一个亚洲面孔的人 是不是中国人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 这种情况呢,我说实话也能理解 毕竟每个人的认知呢,都是很片面的 来中国的美国留学生能有几个人呢 有多少外国人真正的了解了中国呢 我个人会认为啊,塑造真正的中国人的形象 其实是出国留学的和在美工作的中国人 身上所承担的一份责任 说实话,我感觉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 和关注度啊,真的已经提高了很多了 不管他们的态度是好是坏 这个里面的政治因素咱们今天不谈 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十几年前相比 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那今天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了 大家有什么感想呢,都欢迎给我留言 我认为作为一个做视频的博主 我和老麦都会尽量保持不吹不黑 讲述的都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或者周围的真实世界和真实的感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请你点个赞 转发我们的视频,关注我们的频道,订阅我们 以后我们还会带来更多的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